到奥兰多已经半年了 这时间啊真是一晃就过去 今儿就聊聊出来这半年的感受吧 从生活成本上来说 您别看奥兰多是一二三线城市 它比那超一线城市的北京高出来不少 挣美元花美元这事儿没错 但是要详细分析一下这支出比例呢 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您听说过那句话吗 出国留学 送出这些孩子还给您一厨子 学生们尚且如此 那成年人就更得了 在这生活个几年 人人都得有几手绝活 什么电工瓦工清洁工 木工管工修车工 有那个单向优秀的 也有实向全能的 具体这个进步的情况啊 得跟经济状况挂钩 更详细的支出 先说好的方面 米面凉油肉蛋奶 哪怕是蔬菜 其实都不算贵 您只要不吃那12美元一磅的蒜苔 其他都还好 其实就算是下馆吧 那菜价啊也都能接受 我们吃过好几回的那个烤肉自助 晚餐大人是30 小孩吃10块 按菜单上说 我们仨人笼共花70 这应该不算贵吧 可是最后结账的时候 加上税 加上小费 您一共得掏93 这心理感觉啊 就有点不划算了 您知道吗 除了餐馆 但凡沾服务俩字的东西 就都贵的离谱 甭管什么工种 资要是有上门服务的 那上门费就得100 这要不是那么简单 还得在您家鼓道一个小时啊 搁谁都得琢磨琢磨 除了这些日常生活的费用以外 这租房子也不怎么就变成大头了 这奥兰多本地人的工资 平均也就是三四千块钱 房租 水电 宽带 手机 这一个人的工资就没了 还有幼儿园呢 还有保险呢 还有吃喝呢 就算俩人都上班的情况下 另一个人的工资 他也剩不下 这还是像我们这种啊 节衣缩食 别下管子 别出去玩去 别生病 别出事 说不好听的 但凡有点意外 被迫停工两天 或者有这个额外的支出 那不就跟我们似的 月月入不复出吗 这看病啊 就更费劲了 我第一次看家庭医生 到他给我推荐到专科医院 到现在 俩月了 我需要的那个药啊 还没搞定了 一步一个坎 将来能不能搞定 还得两说 这怎么说呢 就是 就不痛快 您就说不给我开 就不让我用就完了呗 不解 医生说可以用 保险公司不同意 后来保险公司同意了呢 他只报75% 但是就这种药的价格 我自己负担25% 我也负担不起啊 可是呢 我又可以去跟医药公司商量这个事 因为医药公司如果不给我减免 不把这个药降到一个我能负担的价格 那他这个保险公司的75% 他也可收不着了 可是这药企呢 他就真有可能不同意 充满了这个博弈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我再跟您说一个 我们刚来的时候 离我们家特近有一沃尔玛 我还没有美国的银行卡呢 我用的是中国的信用卡 他自助结账的那个机器有问题 我们把卡插进去 已经支付成功 就差打小票了 那个机器一直在那转 我把沃尔玛工作人员叫过来了 我说您这机器坏了 他一看是这么回事啊 就给我们让的服务台去了 因为我们并没有拿到小票 所以人家说呢 您到服务台这边 重新再交一下款 我们也怕是那张银行卡有问题 我就换了一张银行卡 在那又给截了一遍 等我们回去发现 嗯 两张银行卡都扣钱了 因为那沃尔玛我们常去嘛 所以后来去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您这边啊 重复收我的钱了 我这有小票啊 这两张银行卡也在这呢 您看对吧 那服务台大姐说 我们只收了一笔钱 您去跟您银行怼接的 我一想也有道理 好家伙回来跨着羊联系我那银行 银行说 我们这钱刷出去了 沃尔玛收的 时间地点金额都没错啊 您让沃尔玛去查一下他的系统 沃尔玛说 这张银行卡在我们这儿没有消费 我们也不知道银行的钱刷到哪里去了 反正没有给我们 银行说 真打真刷出去了 我们这交易单号都有 沃尔玛说 查了查好几次了都没有 一共就十四块 他妈七毛二的东西 我就是说不行 非得给他弄清楚不可 我跟他说算了吧 咱没这时间也没那经历 认头就完了 上回那物业多收我那钱 我也认头了 我没工夫跟他掰着呀 说到这个 还有一感受 确实来这边以后不一样了 那就是到这边以后 横不起来了 虽然在自己家的时候 咱也不是那惹事的人啊 但真有事 咱也没犯过含糊 过了以后啊 也不知道怎么的 一下就包容了 就这一点啊 我看大家都差不多 您见过有几个 跟警察吵架的 跟物业吵架的 跟那老黑老末吵架去吗 甭说跟外人了 我听说曾经有人啊 在公共场合 给了媳妇一嘴巴 被别人看见 报警了 那女方啊 跟人解释半天也没用 男的还是被抓进去 关了好几天 当然这例子 与我而言啊 并没有什么教育意义 我对我媳妇大人 打根上 就是一如既往的 相敬如宾 举暗齐眉 相濡以沫 毕恭毕敬 忠心耿耿 感恩戴德 唯命是从 死心塌地 俯首帖耳 卑躬屈膝 逆来顺受 家人们 大家都懂吧 很多人说呀 美国人没有这 人情世故 我觉得这个说的 有点道理 您就说 我给这个幼儿园的前台和老师啊 都送过小礼物 可是有一天呀 我送孩子 送晚了一个小时 人家就愣没让我们进这学校 我给这个好几家邻居 都是外国人啊 都送过包子 收包子的时候 哎 人家都向我表达感谢 但是到现在呢 我一家回礼的也没见着 美国人好像确实不吃这一套 但是我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吃哪套啊 我半年前刚来的时候啊 有一在这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老师傅 给我讲过一事 他自己在一湖边钓鱼 有一男一女呢 遛弯走到他旁边了 这边人都喜欢打招呼 那态度啊 好极了 哎 Morning What are you doing 您说这不是废话吗 那我拿着鱼竿干嘛 遛狗呢 他大面上也得过得去啊 他跟人说 Fishing Fishing 还打开鱼箱子 让人家看 俩老外更开心了 What a beautiful fish 反而总而言之聊了两句 俩老外走了 他们俩走以后 没过十分钟 警察就来了 说有人举报啊 他在这非法钓鱼 得亏这老师傅不是外行 所有证件都是齐的 具体是不是那俩人举报的 他也没证据 但是他跟我说 以后但凡有老外跟你打招呼 哎 干嘛呢 哥们 你就跟他说 哎 你干嘛呢 哥们 我们那天其实聊的挺多的 但是这老师傅最后语重心长的跟我说 在这边 只需要注意两件事 一个是看好了自己的生意 另一个就是千万别偷税漏税 反正我觉得他说的挺在理的 你们觉得呢 哥底哥 姐底哥 哎呀 这又到点了 一期聊不完 下回再说 中构游游游 你又何必用难而若了解我前半生 世人皆在冷眼 小马之中百无聊 来不遇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